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带来一个科学家将外星人基因植入人体培养出失控怪物的故事。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,人类就不断用射电望远镜扫描宇宙空间,试图寻找外星文明。 终于,某个外星文明回应了人类的问候,并给予人类一份礼物,外星生物的DNA组成资料以及生命重组的方法。 于是,在犹他州的一个实验室,科学家们利用外星人提供的讯息培养出了新型人类,取名萨尔。 萨尔生长速度惊人,出生三个月后就长成了少女的模样,不过虽然她拥有外星人的DNA,但智商并不出众。 而科学家费勒的初衷是用这些资料培养出更卓越的人类,面对这个局面未免有些失望,他不知道萨尔体内是否还有其他未知的能力, 于是将萨尔囚禁在一个透明的观察室内。 一段时间之后,费勒认为研究失败,不得不向观察室内注射毒气杀死萨尔。 可是萨尔力大无穷,竟砸开玻璃逃了出去。 费勒十分紧张,他担心萨尔会对人类发起攻击,于是分别邀请了赏金猎人、心灵感应者。 人类学家和一个分子生物学家成立了专家小组,开始对萨尔进行抓捕行动。 萨尔从实验室逃出后,他觉得十分饥饿,便吃掉了一名列车乘务员。 随后他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化,迅速成长为成熟的年轻女性。 等费勒等人赶到案发现场时,萨尔已经逃跑。 锦人对萨尔的能力十分惶恐,他们决定先调查促使萨尔成长的卵巢, 却发现卵巢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攻击性,费勒只好将整个实验室都烧掉,才杀死了卵巢。 另一边,萨尔在体内外星基因的暗示下,产生强烈的繁殖意愿。 他来到夜总会寻找猎物,但对对方的基因完好性有着很高的要求。 当一个陌生男人成功上钩后,萨尔预感出他患有糖尿病,这种基因缺陷让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。 但男人沉迷萨尔的美貌,不肯让他离去,无情的萨尔残忍地杀死了他。 费勒等人也来到夜总会,他们排查现场,猜测萨尔正在迫切地想找一名健康男子作为他的繁殖对象。 此刻,萨尔杀人后匆忙逃跑,被一个男人开车撞到。 救医期间,医生发现他身体有着不可思议的自愈能力,萨尔担心被人识破自己是异类,又匆忙离开医院。 在外面,他见到了那名肇事者,萨尔感觉到对方身体健壮,便跟着男人回了家。 就在两人亲热之时,萨尔说出自己想要个孩子的意愿,男人被萨尔的话吓了一跳,拒绝了他。 恰巧此时,费勒等人追踪而至,情急之下,萨尔将这个男人杀掉。 为了避开费勒等人的追踪,萨尔为自己换了发色和妆容。 他在酒店看中一个男人,但对方已有女友。 不甘心的萨尔潜入旁边的屋子,偷窥男人与女友在一起的画面。 不料这里是费勒小组中人类学家的住处,萨尔索性诱惑了人类学家。 对方很快败倒在萨尔的石榴裙下,萨尔迅速受孕成功后杀死了他。 此时的萨尔根本不受任何情感约束,人类的情感与道德就像盲长和智齿一般,对他来说只是累赘。 费勒带领其他人追踪到萨尔的行踪,他们来到地下,突然遭到一个怪物的袭击,这个怪物便是萨尔的原型。 同时,他们还发现,萨尔已经生下孩子,一个年幼的异种。 小孩瞬间生产成小怪物,并集聚攻击性。 费勒小组与怪物展开了殊死搏斗,最终用火烧死了他们。 本以为异种全部被消灭,不会再为祸人间。 不料一只老鼠偷吃了怪物的身体残骸,变成了新的异种。 这个故事来自科幻片《异种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。 喜欢我的亲,不要忘记关注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